高大家和部落的碧鹤潭是花莲的一处秘境 隐身在万荣湘海拔441公尺高的地方 里头除了有粉嫩樱花还伴着湖畔倒影 仿佛是人间仙境 由于当地部落每个星期都会有居民前往旺弥煞 所以湘工所陆续修复吊桥等设施 未来会在不破坏当地环境的前提之下要发展观光 高大家和部落碧鹤潭是花莲有一处秘境 隐身在万荣湘海拔410公尺 里头除了粉嫩樱花还伴着湖畔倒影 景光仿佛在人间仙境 由于当地部落每周都有居民前往旺杀 所以湘工所陆续修复吊桥等设施 为了将在不破坏当地环境之下发展观光 日据时代所建设的湖泊变成文化遗址 晚了一点在这里大概上个月 上个月来的话这里满天都是花 都是樱花开了说一切是怎么样 其实在有雾的时候 哇有雾的时候你很像在神仙 贝克台因为周围青山沥水风景秀丽 所以又称为花莲版的嘉明湖 博人相公所表示日据时期 日本政府强迫当地部落头目捐地 并且从万荣林到街引山泉水注入 变成人工湖泊是当地著名的文化遗址 主见碧鹤坛成为部落的天主教圣地 每周六都会有居民前来这里泥洒 所以湘工所陆续修复吊桥坛中的舍母像 并且搭建景观良亭 将在不破坏的环境之下发展观光 不过前往碧鹤坛必须要经过陡峭的产业道路 提起民众来这里之后要注意行车安全 记得请问王小伯老